大家好,欢迎来到卖者学,我是你们的讲师Joy 这节课呢,我们用request来实现另外一个爬虫 会实现从豆瓣去登录 然后登录完成了之后呢,我们会用爬虫去修改这个用户的签名 那这样一个爬虫就是我们会演示这个整个session的处理 还有cookie的一些处理 那我们先来分析一下豆瓣网站的这个登录的流程 我们打开我们的Chrome游览器 看一下,这个是登录网站,对吧 那登录网站它需要输入用户名,密码,还有这个验证码 那在这里面呢,我们需要去观察这些登录 它到底这个交互的数据是长什么样子的 那我们一样用这个Chrome的开发者工具 来抓一个网络数据包去分析豆瓣的网站 它登录的过程中到底是交互了哪些的数据 那用我们的账号来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第一个请求 这个就是登录的请求 对吧 那这个登录请求里面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最下面一个form data form data就是我们登录的时候 发送给服务器的一个数据 有个source,对吧 等于main redir就是登录完了之后要重定位到哪里去 form email就表示我们登录的用户名 form passport就是我们登录的密码 然后captia solution就是验证码 就我们输入刚才输入那个验证码 然后captia id 这是一个把哪里来的一个数字 然后login等于登录 那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在代码里面 构建一个http请求 然后呢 把所有的这些数据 用http post的方法 像这个URL去post这样的一个请求 那么我们就可以模拟了一个登录的过程 对吧 那这里面要注意的一点就是说 我们在登录的过程中 除了这个form data之外 这些http头我们也尽量去模拟 包括像user agent 还有像什么upgrade in security request 其实我们也不知道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 但是最好 我们就把这个抓到的这些头都模拟出来 这样去避免我们在开发的过程中可能去调试 比如说你假设你少了一个refer的头 那有可能服务器会去检查 如果你refer不是从这个丸子跳过来的 它可能就会 即使你其他都对了 它会认为你登录失败 所以这个各个服务器的这个实现的时候 它有它自己的一个逻辑判断 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 你form data要完全模拟 然后呢 这些发的请求的这个handle 也要完全的模拟 那这样我们就可以用http请求 发个post就可以去 把这个登录给模拟出来了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登录的印打 它设置了三条cookie下来 登录完成了之后 这三条cookie只要再发给服务器 那我们就作为一个合法的登录用户 可以去操作只有登录用户才能做的事情 比如说去修改这个签名 那讲到这里呢 我们回到这个登录的这个请求来 这六个form data到底是哪里来的 我们看一下 email跟password是我们输入的 对吧 然后呢 capital solution这个是验证码 也是我们输入的 是吧 所以这三个是我们输入的 那另外的四个到底是哪里来的数据呢 特别是这个 这几个还是比较固定 对吧 这三个比较固定 那现在关键的是这个 capture id到底是哪里来的呢 为了分析capture id的来源 我们需要去分析一下登录页面 因为我们相信这个数据一定是 从登录页面那边 发回来的 那我们去看一下 分析一下登录页面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登录页面 我们看一下这个登录页面的form 这个就是登录页面的form 那我们去看一下 刚才我们要的那几个字段在哪里 有没有看到 sauce sauce 它是一个隐藏的一个输入框 它的值是main REDIR呢 它也是一个heiden的一个字段 它的值是个人主页 那我们猜测 就这个redirectionDIR 也就是说登录完了之后 要跳转到哪个丸子上去 所以这个应该也不会影响我们登录的成功和失败 好 我们继续看 这个formemail就是我们登录的用户名 这个是用户书的嘛 对吧 然后呢 这个formpassword就表示密码 对吧 我们看印证码这一道 这个image呢就是我们印证码的图片 对吧 src 这个是验证码的图片 这个text呢 就是我们用户 根据这个图片输入的一个验证码 这个就防止我们的代码去登录 对吧 那这个呢 capture id 就是也是一个隐藏的字段 这里面呢 capture id 就是这一层数字 所以那这样呢 我们的登录流程实际上思路就已经有了 对吧 我们可以去先去访问这个登录这个页面 就是用request去访问这个页面 然后呢 从得到这个html去解析出这个capture id 去解析出这个验证码的这个图片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构建一个完整的请求post给这个login 最后我们再来讲一下这个验证码这个东西怎么做 那这个验证码呢 就是为了防止程序去自动登录 比如说 如果没有了这个验证码 那我们可以 针对某个运户进行一种密码的暴力破解 那这个明显是 这个网站的安全率是比较低的嘛 对吧 那加了这个验证码之后呢 就可以防止这种程序自动去登录 那针对这个问题 我们的登录问题呢 我们怎么解决呢 那我们的解决方案是这样的 我们把这个图片的url给它 爬下来 然后呢 我们自己用人眼去看这个图片 然后去输入这样的一个单词去登录 也就是说 实际上我们这个登录还是半自动的 那如果要做到全自动呢 那实际上又涉及到一些机器学习的内容 那一个思路呢 就是去下载尽量多的这个验证码的图片 就是豆瓣网站上的这个验证码图片 然后呢 我们训练一个机器学习的算法 采用这种图像识别的方法 去把这些字母都给它识别出来 然后再转换成一个单词 然后自动的填进来 这个就是我们用这种机器学习的方法 去破解这个验证码的一个思路 当然呢 这个豆瓣的验证码其实相对是比较简单的 因为它永远是一个单词 那大家应该有看过 12306的那个购票的 那个客户端的那个验证码 那个就比较复杂了 它用了很复杂的组合的验证码来验证 那个要破解才难度就比较大 那豆瓣的这个其实相对来讲是比较简单的 那今天我们的演示程序里面呢 我们不会去破解这个验证码 因为这个验证码的破解属于机器学习的内容 超出了我们这节课的这个内容范围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代码怎么写 怎么样去模拟这个登录的过程 那这里呢 我已经把一些脚手架的代码给它写好了 为了提高一下 一下这个效率 那我们稍微解释一下 我们这边的主要的 有一个类叫豆瓣Client 这是一个类 那这个类有哪两个方法呢 一个是logic 就是登录 那另一个方法呢 是修改签名 这个我们后面再说 那登录呢 用户要提供哪几个参数呢 一个是用户名 一个是密码 这三个参数呢 我们是写死的 那这个登录我们要做什么事情呢 实际上这里面的事情 最主要是做两步 第一步就是去访问 这个登录的主页面 那访问了登录的主页面以后 我们的目的呢 是为了去获取那个 验证码的ID 跟验证码的图片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构建了一个post的请求 然后去发送给服务器 这样我们就完成了一个登录的过程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代码怎么做 我们先来写实用的代码 我们的豆瓣Client 等于到 我们创建一个豆瓣Client 对吧 然后呢 我们去登录 我们的用户名呢 就用我的用户名 密码呢 我用 那这样呢 我们就完成了登录 好 那我们来看这个 怎么实现这个 登录 我们先把这个注释掉 那第一步呢 我们需要去访问这个URL 对吧 那 那方向这个登录网页的目的呢 我们是要去获取 这个 验证码的ID 跟验证码的网址 对吧 那我们就设计 从这个函数里面 从这个函数里面 去获取这个验证码 那这个验证码 怎么去获取验证码 其实它的思路就是 去解析这个网页 URLinContent就是这个网页的内容 去解析这个网页的内容 然后呢 去缓回这个网页里面的 CaptureID 跟这个CaptureURL 对吧 就是我们从这里面看到了 这个CaptureID 就缓回这个 CaptureURL呢 就是缓回这样的一个 植物创 对吧 那有了这个 CaptureID跟CaptureURL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来构造一个 请求 构造一个请求 那这个请求里面呢 我们的数据 一个是用户名 对吧 密码 Source 跳转地址 还有login 然后呢 这个头呢 就是我们去定制的头 因为我们要去 完全去模仿这个http的 这样的一个行为 那这样子呢 那我们就可以调用这个 Post 我们把这个Post 这个URL上去 那这边呢 因为我们需要去处理 这整个cookie 并且在整个session里面 整个的这个 先登录 再修改签名 所以我们需要去创建一个 request的一个session 用这个session 去发送这个请求 那我们所有的cookie 都会自动的去处理 所以我们这边呢 会先去 创建一个session 这样子创建了一个session 我们需要创建一个session 那对这个session呢 我们需要做一些定制 主要是对它的头 进行一些定制 这就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我们需要把usagent 跟那个origin 都给它 默认都加到 这个整个session里面去 也就是我们的 所有的请求的头 都是会变成 都有这两个字段 这样改完之后呢 我们这边就不用再request 而是用session 去发送请求 这边也是一样的 我们真正关心 这边是登录成功的 叫这个session里面的cookie 就是是不是有一些正确的值 这个函数呢 我们是要去获取这个 从这个网页里面去解析出这个 验证码的id 跟验证码的url 那这个函数呢 我们也实现了一个框架 它就是去解析这个html 那又呢 就是还是这个htmlpasser 那这里面呢 我们也创建了一个叫 验证码解析器 这样的一个类 它会继承自html的passer 那这个初始化 这边是handle start tag 就是去解析这个tag的头 那这边的代码基本上已经写好了 那我们怎么去解析出这个 capture id跟capture url呢 那这个在默认情况下 我们的capture id 等于那 默认情况下 我们让它为空 对吧 那我们来看一下 怎么去解析这个capture id capture url呢 capture id呢 它的标签类型是input 它的type呢 是等于heiden 它的name 就等于capture id 那它的value就是我们要的值了 对吧 那这样的话 它的tag是等于input 对吧 然后呢 它的熟性 哪个熟性呢 它的这个 type是等于heiden的 capture id 还有呢 还有呢 它的name这个属性 是等于capture id 是name这个属性 等于capture id 如果是遇到这样一个字段的时候呢 那 这个的value就是我们的这个capture id了 这样呢 我们就完成了这个capture id的一个解析 然后呢 我们再来解析这个capture的url 这个url也是一样 我们的 它是标签是image 它的id呢 是capture image 然后呢 它的class呢 是等于capture image 我们多找几个关键的去过滤 这样的话就可以避免 把其他的图片给它抓进来了 所以 它的tag呢 是等于image 对吧 第一个属性是什么呢 是id 对吧 id等于什么 等于capture image 图着过来 然后呢 第二个属性是class class class等于什么呢 也等于这个capture image 如果是满足了这个条件呢 我们的capture url 就等于src 那这样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验证码的id跟验证码的 图片url 都给它解析出来了 然后 返回给丢用者 对吧 那在这里呢 我们已经获取了这个capture id 跟capture url 如果我们得到了这个capture id的话 这个solution呢 就需要让用户输入 因为我们现在没有这个机器 学习的算法 没办法去识别这个图片里面的这个单词 这样呢 我们就让用户输入这样的一个capture solution 那最后呢 我们就把这个验证码 加入到这个post的数据上去 那这样呢 那这样呢 我们就完成了一个登录的代码的编写 我们来运行的调试一下 好 这个时候又提示我们输入验证码 那我们就把这个图片打开 去看这个验证码是多少 好 看起来像是成功了 对吧 因为我们看到 也这样的一个图片 这个我们只是猜测的 还有一个UE 对吧 这是我的用户名 那么这节课的命令就到这边 我们下一节课呢 我们会去修改这个签名 然后用这个登录完了用户 去修改这个签名 来也说明验证一下这个登录是不是成功了 好 谢谢大家 再见 再见